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个同修 他是刚接触心灵法门的新同修 2019年8月23号 他儿子高中兼训的时候 突然就晕倒了 体温高达42度 当他赶到医院抢救室的时候 都懵了 他儿子原来的体格是非常强壮的 但是在口吐白沫 医生说他的瞳孔都反应迟钝了 然后他当时下的腿都发软了 然后儿子立刻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 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 医生都通知家属情况不乐观 苏醒过来的几率很小 基本就断定是个职务人 然后立刻又被转到省级的第一医院 幸运的是呢 他得到师兄们的帮助 然后他每天早上就起来 念经许愿放生 在25号他早上念经的时候 预养儿子要醒过来 然后奇迹真的就出现了 然后医生打电话说 儿子真的醒过来了 昏迷了整整五十个小时 醒过来之后 儿子脑子都很清醒的 他的一切担心就都放下了 他现在就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观世音菩萨 灵验非凡 感恩师父分享完了 现在还要讲啊 调命嘛 菩萨旧的 他妈妈要不是 及时念经许愿放生 他这么清醒嘛 肯定是菩萨给他 魂还回来了呀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质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